正经写戏 然后我们SMG这个影视机构中的领导只有眼光 把这部戏选到我们平台播出 我也感谢我们领导 那么我在这儿呢 就是受这个我们平台 也是主办方的委托 先来给大家就是简要的介绍一下 这部戏大概的情况 我们生逢灿的日子 是由五星东方影视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家和辉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新时光文化传媒的限公司 苏宁环球文体产业集团联合出品的 由果敬林编剧 周有潮指导 张嘉义 果敬林 刘佩奇 江武 车晓 徐杰儿 绰妮 种丹妮 还是种丹妮 这是希望丹妮理解 曲哲明 江大卫 诗精明 海一千 石鹏 大人花 发本主演的都市励志电视剧 而且镜头对准的一看后面我们就有了 一台自行车 一台 不知道 北京叫三轨 上海叫黄渔车 就知道是聚焦70后的 现在青春一台电影啊 就是特别受欢迎 80后 90后都开始怀旧了 但是真正应该怀旧的70后 到今天才发生 我感觉是我们主唱团队想让所有的观众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有情怀带着激情的怀旧 那这部戏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些领导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 他们分别是 SMG影视剧中心党总职书记贵华 欢迎你 北京新师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生逢灿烂的日子制作人关晓鸿 欢迎你 关晓鸿总经理就是谦虚 长这么漂亮 他做投资人 他其实可以做主演 我感觉 苏宁环球文化集团总裁 马丽丽 欢迎你 这都是颜值很高 那这部戏我刚才说了 是七零后怀旧的一部作品 那么在七零后的心中 过去的时光 为什么可以称作 生逢灿烂的日子 我也是七零后 我回忆起我小时候 没有什么可回忆的 我觉得 骑着自行车是破了 穿的硬打鼓兵的 对不对 想吃块牛排的话还找到命 那我今天编剧带着所有的主创 将会奉献给我们 怎样的一首青春的回忆录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精彩的片画 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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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用它寻找够了 这是我张写的 最有缘的两者是 叫五代人 我的理想知道一位科学家 叫二哥 不好 不要我冲 我走欺负我地 你们干什么 你们就站就是这样啊 我怎么 什么事 我怎么会 不论 怎么会 这女儿子呀 老大孩 老大孩 老大生 老大生 老三亩 我做出这道死吧 让别人坐马不通 你是你这一辈子过的 臭 那我懂了几天再走 这我还走了 起过人家的还不管跟人说 那我意思是我说话 我要说我得了心思牛 这是你心脏 我的学死和我的理想 和这一丁点关系 我就是革命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 哪里搬 其实我心里是 因为他们不复书了 我曾经以为 还可以消散一辈子 蓝娘 雷大爷的那样 还不睡 我还有点喜欢谁 我是跟你求婚的 你们都打我干头耍 我就是想跟你结婚 做错什么 我不爱你 昨晚都要了 我还陪你 这不是爱情 这是战友 你可以不爱我 你喜欢别人没关系 你得让我这个傻子知道 你不能帮我 让我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动心了 我他妈就想娶你 你别想娶你 你边是我亲哥 你边是我大哥 你像我怎么弹 能当我们俩 红然明镜师傅 我能让你找我的 真是女的 大姐 你不是老婆 不是我哥 这有什么事 不分事吗 那只同归生 自己很爱情 倒不痛 不想灵 我一直想弄清楚 想弄清楚我该往哪儿走 现在能够问 不管发生过什么 无论成员 不只想往前走 穿过幸福快乐 穿过爱跟情绪 穿过意气 去看看大海上的群织 让你生开的话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一起分享 第一次在我们向媒体报公的这些电话 网上有一个 但是比这个还很多 真的看得很有感触 现在都说 一部电视剧也好 一个产品也好 占领90后 才能够占领最广阔的市场和人气口碑 我觉得这部戏就是为90后拍的 虽然讲的是70后的事 但是从11月20号起 7点半 很多70后的爹妈 会拉着自己90后的儿女说 坐下 给我好好看看 当时你爹妈是怎么够日子的 也年轻过 接下来我们就热烈掌声 有请两位主创 果敬林曲哲明登台 现在我们看到年轻人都觉得心里边特别高兴 因为所以说这个场合我就自己做主啊 年轻人先坐下自我介绍 我就知道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哲明在戏里边的扮演老四 我是戏剧学院的对不对 也差不多是90后 然后呢我一看 徐正那个形象我就知道 作为编剧的果敬林先生 他是想通过你来拉高这个总体男主演的颜值 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都很高 对对对 一看穿着就跟我们果敬林真的是 心理年龄都是两个时代的 对不对 生理年龄都是两个时代的 果敬林呢我看他今天 果敬林特别兴奋 如果有不得到的地方他几乎代价 因为他是我同班同学 然后刚进校的时候啊 他就长不这么成熟 然后现在呢依然是这样 原来我看到他长得叫我输 现在看来我都是同辈人了 进学校第一天我印象很深 果敬林就是说 把床放好之后呢我们是比较爱惜 比较爱惜都除了认识几个基本常用字之外呢 不太认识 在家伙好在这个书桌上 不是书桌啊 书架子上买满了各种书籍 我一想 这种就纯绪来装了 但是没想到装了这么多年 人家正儿八经拿出了作品 而且在编剧之前 还得到过我们全国表演的最高奖项花标奖 所谓同班同学我特别自豪 你看你看什么要补充呢 就把你吹这么大了吧 我刚刚就补充一点 我是这个祝文主持人成为的同学 叶子大赛 所以看到同学有成绩特别高兴 而且真的 现在市场上 就是电视台啊 就是包括那个网络上 有那么多 关于80后90后的青春片 真的是没有70后的 有60后也是在二十多年前才刚到泰国 那么现在作为既是编剧 也是主演之一啊 两位主演 我这边呢有四个这个关键字 其实是八个字组啊 每一个 每一个题板的关键字呢 是代表 就是四兄弟中的一位 我们知道 这部戏当中啊 果吉林 曲折林 都是四兄弟当中的 老二和老四 老大和 老大和 老三和老四 老大和老二呢 今天因为各种原因 是代表现场 那么就请老三老四 就是 做什么啊 三个话叫老三老四 是吧 来看看 第一个 需要帮你 这几天啊 可以 这么几天 叔叔可以 不济 柔软 这是谁 我想看看其他 你几个 先先看 看其他都比不来了 对不对 看看就是四位男主演 是不是二人不相够了解 对 对 回答这么说 说的是这个 我们其中剧里的老二 就是张嘉宜老师 翻演的角色 看着戴着墨镜是不济的 不济 男人不济是好事 不济是他的性格 带柔软 是他的内心的本性 是指内心的 对对对 你的心理是这样 没有任何感觉 作为编剧还是很了解的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 我今天先上来做个词 而是我们这个SMG 女士中心平台 来为这个四个角色找的关键词 第二个 忍者 归隐 不看血的感觉 大哥 为什么 这辈子就要忍 对 然后 归隐 哈哈 这是归隐 对 一个男人为什么不变得忍 其实现在这个城市生活呀 会比我们的生活带着很多压力 嗯 我们有些 这样的男人 他有中庸之道 然后所谓的大姨 你以一世 小以 你以 老大 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这时候 他归隐 那么归隐之前 那一定是一个忍者 嗯 他看不穿人 对吧 眼光穿了天下 所以呢 要选择归隐 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作为观众来猜测一下 什么是可以猜测 老大是你们四兄弟里面 唯一的单身狗 确实刚开始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哦 不能句话 我的同学就非常聪明 哈哈 然后这个 一个单身狗 这种孩子 我们要给他找到幸福 哦 对 那真是充满悬念哈 看到哪位女主演 是他的这个真正的心上人 那我来看看第三块 复杂 执着 哈哈 这个是我 不像好人哈 哈哈 这一点可以说明 他觉得是他 嗯 是你 这个人 这个人 没有好人 哈哈 他想看他是你的细色 你造我执着啊 明明是我呀 复杂 其实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复杂的男人 因为相对来说 生活经历复杂的话 有阅历的话 更加能够理解生活的真谛 对吧 对 其实说到复杂 也是我在编剧上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觉得我们往往的电视剧的 以前的人物形象往往是单一的 比如说男主角 他是一个高大拳 那么他的对立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反一号 一定是这个夹割手 对吧 那么我在创作这部剧中 我觉得在中国电视剧的人物 画龙里也可以有这样的复杂性的人物 成为主人公 所以他有复杂的面 那他的执着也是我在写这部剧中 其实我最想表达的一点就是 对理想的支持 因为可能在当下的社会的大环境 比如说这样的年轻貌美的帅哥去谈恋爱 往往女孩子先问他是否有房路车 而在我们那个年代 在我和程磊小的时候 女孩子会问你一句话 你的意向是什么呀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们毕竟还是应该有点理想 所以我在讲 如果我们能唤起这一代人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比如说你是否有房 是否有车 然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而作为一个条件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辛苦应该是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关键四组 那其实不用猜了 我们的曲折民 作为最小的四弟 这样怎么办 奇葩 奇葩 圣人 又 奇葩怎么理解 圣人又怎么理解 看你这两个词矛盾太大了 是我们编剧果定内音来解释 还是我们徐正明自己来诠释这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当初的可以考一下 你说了吗 奇葩 他因为我跟三个哥哥不大一样 就是他们三个还比较 比较野闷一点 然后冲一点 脾气 或者是有一点那种流氓喜气 或者是怎么样 关键词 对 奖励 对 奖励 就是我是有天生有病的人 然后还是一个街 对对对 在戏里面 有肺病 然后还有那个街法 口吃 就是编剧对你这么狠 你怎么接这个戏的 我就弄不懂 我觉得很有特点 对 然后这是奇葩 他的为人处事也跟其他人不大一样 因为他想的总是为别人着想的这一块 他自己觉得我自己能承担无所谓 别人开心 家里好 或者说他在乎的人开心不够 这也是圣人 就可能我不能剧透 反正就是 对 没有 可以 那就是这个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很想了解 就是 我补充一句吧 就小小的身躯 发出无穷的力量 这个是 我觉得有可能 刚才我看片话的时候也看到 我们 我今天在台桑上有一句 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先走 然后刚才我们曲哲宁也说了这一句 是不是这部戏里边 有特别多这样 就是感人的或者是激励人的金句 是不是他入语台词 还是说仅仅是你自己那种人生的一个哲学 刚刚那一句 我自己 就当下讲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曲哲宁和郭敬明 真的 看来这部戏 对每一位演员也会有很多的影响 对吧 我先把这个交给了很多人 谢谢 那我们知道 我今天您作为在表演上已经有非常有成就的演员 为什么会想到要去自己编剧 这么庞大的一个作品 其实很辛苦的 除了您刚才说的 想要对现在年轻人说一些 还有什么样的冲动 其实特简单 就是我接不到什么好剧本 我觉得 确实现在 剧本烂的比较多 搞的也比较少 我也不知道我写的是不是一个好剧本 不知道我觉得 比烂剧本能强点 所以我想干脆 我这边分别力气 我心里比较稍微好点就得了 现在话说到这儿啊 徐哲宁 为什么当初你会选择战役的心 你知道 就是现在又是年轻演员 其实有很多的就是 剧本在等着你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 是这个演员真的特别棒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那个 其实刚开始不是这样 是 火哥小我 对 我觉得 我看剧本的时候 第一集 第二集 我看到这两集 我就哭了大概三次吧 我是觉得这个 不是说 为了感人而感 就是他整个 戏情节都特别的真实 然后 情节都特别 我让人有感触 嗯 那我们来看看 其他两位的主演 现在能到现场 张嘉义和江武 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请看大声音乐 东方美视的观众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嘉义 大家好 我是江武 在生方灿烂的日子中 当年有花 多小白 在生方灿烂的日子 我是一样老大 是第三样老大 与我 而单独 11月22日 每晚只就能赛事 只能放对日子 而不见不散 这个戏真的都是老戏过 可以说都是用正面的词 就是戏景 特别能演 相信一定会正好我们所有的人 那我们我今天知道除了是演这个戏 跟这些优秀的对手要交流 其实要分析各种精力 还是编剧和整部剧的作品的艺术总监 整个人当中 你认为是哪些方面 对你的挑战最大 所以说挑战不规逼 其实能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来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张嘉义和江武 还有刘沛奇老师 江大卫老师 男人花老师 等等等等 其实大家 我先告诉大家 大家一定不是出奇 大家是为了 共同完成一个 或比这样的一个心愿来 说白了 在当下的电视剧中 能把这些老几位凑在一块 也确实不易 每个人出奇都是大难就讲 每个人出奇都无无大的一面 但能把这几个能力 也确实是源于我们 青年时代的我们的感情 因为二位都是 比如说江武 我都十八九岁 我跟他在北京 我们就认识 然后都住在隔壁的普通 然后跟嘉义呢 也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时代的朋友 我觉得从那个时代起 我觉得我们还都算是理想的人 从大学毕业 我们也愿意有一些艺术的担当 然后恰好我写了这个作品 这二位大哥二话就说就来了 然后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队 包括许哲明这样的小鲜肉 然后来跟我们学习 是吧 他屁股后面跟着 是吧 然后还有像车小 那么优秀的面园 根本就不及报纯 他拿的钱特别少 我给你们套一下 哈哈哈 其实他挺贵的 你知道吧 我请不请他 然后还有那个 孟美荣华的初音老师 是吧 然后前一段刚演的这个叫做 我的前半生 我知道 我知道性的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 其实我知道性看了一下他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这样年轻人 那么有才华 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强多了 对不对 然后能让他们来共同 跟我们一起来出演这样一个作品 包括还有什么 举吉尔儿初丹妮 又被习老师的老先生 和我们一起 这是我最开心的 我最大的挑战 如果你问起来,我怎么把个子都刺了 看来现在你就厉害了,管一家公司是没问题了 那我们郭静明,其实今天应该想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真的作为演的太和谐了,但是作为编剧,应该想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是第一次有完整的作品,能够在两个电视台同时播出 一定会引起很好的朋友 那最后我想问一个吴哲铭,我这个人应该是这样,我是他年轻人学习 不像我们就是郭老师,你是跟在屁股后面 你觉得跟这个组在一起,对你来说有收获吗? 还是说觉得跟这些特别爱指导人的叔叔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压抑 你说,电视机多了,有点 压抑其实到还好也有一点,就是刚开始比较紧张 因为他们就太难演了 对,太难演了,然后压力特别大 这要是演不好,又给师哥丢人,白看着我演了 对,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好多人 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演的演的轻松了? 觉得就是说,慢慢融入整个这样一个庞大的演员的阵容 拍了几天吧,因为在之前,就是郭哥特别厉害 就是跟我们就是撑心到地的,然后让我们就是放轻松 怎么演东西,放轻松 对,然后就慢慢的觉得挺舒服的这个环境 就没有说,张老师就叫二哥,然后演帝三哥 对,他们怎么叫你呢? 老四,四啊,老四啊 我们知道,除了幼稚男主演之外呢 这个系还有非常非常形象,气质,然后专业的水准 都同样出色的四维俗的女演员啊 刚才我们,其实郭静明已经按捺不住了 要跟我们台下的两位女女互动了 我们知道在这个系里边,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青春坏特的系,也有很多情感性的成分 据说你卷入了感情纠纷,是吗? 这好像是你擅长吧? 戏里边我对你不认为 跟两位女主演都有情感纠葛 一位呢,是一起长大的发小 而一个这样,最后的情感发小 就是一起长大的姑娘 也是你胜当了另一半 一位,听说你炒了股票以后呢 跟股票经理又有些纠缠,对不对? 看来你爱钱 那最后就是说,如果生活当中 你面对这样的抉择的时候 一个,你是看了几十年了 一个,又有钱,又漂亮,又愿意,对你好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然后,主余还有小年轻 他都选择,他都选择,他都选择 那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然后,而且给出让我们所有年轻人都幸福的理由 我们年轻人不相信理想 至少不相信嘴上说的理想 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我必须说 确实这个红玫瑰是可爱的 白玫瑰是漂亮的 你如果让我回答问题,我必须告诉你 黄玫瑰到底怎么样呢? 然后,我记得日本有个电影叫做《幸福的黄玫瑰》 所以呢,在人生当中一定是有一朵玫瑰的画是适合的 所以你要去找那朵黄玫瑰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主演、艺术总监以及编剧郭敬明 我相信他的回答,包括他刚才跟徐哲明的这些对剧情的介绍 一定会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对这部戏充满了期待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谢谢 我稍微补充两点,真不好意思 主持人一般不问啊,主汤人一般不回答 你是我同学吧 有两点我跟大家说一下 一点就是说,张嘉义老师和江武老师非常想来上海 非常想站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这二位,一个远在澳大利亚,确实回不来 他那样是幸福的拍摄 一个在香港当机拍的死死的 你也知道,香港我们的同行都比较严格 这是让大家解释的 因为他们也托我带话,向各位问好 第二点呢,我们这个戏能够走到今天 能够在柜台,在这个东方位置播出 我们也非常感谢东方电视台 对我们的台举和赏识 感谢我们的魏华先生 感谢王烈星先生,任建伟先生 任建伟女士 感谢这些人对我们的台 真的谢谢大家 感谢今天所有来的工作人员 非常辛苦 谢谢大家 说完了 还有一个同学 我实在 你不用感谢我 我出错坦切的话 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 你还应该感谢谁 还有一个感谢的 我特别想私下的你说 但你非要在台上问我 我必须讲 我觉得是没有她 也就没有你今天 对我非常感谢此戏的 美女之真人 关小胡女士 关小胡女士 你跟咱俩简直面 OK 然后她在我心目中是卓越的 是非常尊重的一个女士 是我的太太 谢谢你 是那个黄梅片 对对对 有了爱情才有事也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果军 也送给徐哲明 祝这部戏 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播出之后 获得很大的成绩 而且能够温暖所有人的内心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有话还可以再补充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有请两位 就是这个戏里边 你看 上这个海报的 就是女主演 其中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的两位美女 有请车响 有请崇尼 为什么我今天看到 您主演往上一站的时候 真的特别开心 是不是他们的表演特别满意 我不知道 两位为什么会选择 跟就是我们生同餐的日子合作 作为同学我知道 因为任何一个人 第一部作品的时候 都有风险的 生同餐的日子 是什么地方打动 是剧本 导演 还是诚意 还是播出平台 刚才我在台底下 特别想说的 有话呢 刚才就被国老师给刨了 我刚才想说 如果主持人问我 说你为什么来这个剧主 我就说 因为这个价钱特别高 结果国老师已经说了 有分成 有分成 把我这个答案给刨了 我只能 就不那个导笑 说点理想 说点实话 非常醒悟老师这个本子 而且呢 是一部难得的成立之作 也是我下了很大决心 去挑战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知道车小 我演当中 不知道有没有记对 演过那么多的戏 但是在东方卫视的平台上播出 好像您是第一部戏 之前还有戏吗 您记得 我 我不记得 是吗 没有 没有 对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 看过了我们电视剧平台这几年里 郝先生没有在这儿过 是在那个浙江湖 但是除了你我们知道 之前有戏 我前半生 是在我们东方卫视平台播出的 对吗 是因为对平台有好感的 还是像我们的车小一样 是对郝先生这个粉丝 特别打动了 选择挑选这个作品 首先先是 郭老师找到我的时候 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 我小的时候 就跟郭老师认识 因为我的爸爸和郭老师是 各单位的同事 然后我小的时候 还留着谜题 然后在操场上 啊 跑的时候 郭老师在那推帅的打完球 就看到 远远看到一个小朋友 后来做干净以后 我就缅了他媳妇 哈哈哈 然后 回家爸爸怎么关照您了 哈哈哈 这就有违和感 对 哈哈哈 还好 爸爸就跟我说 要跟郭老师多学习 然后郭老师确实是 哎 是我婚礼婚的贵 确实是这样 嗯 然后呢 嗯 后来我看到了郭老师 写的这个本子 嗯 是郭老师 写了六年 一个新学制作的本 嗯 然后后来我去 嗯 世系的时候 郭老师跟我说了一段故事 我就 哇 哭得不行 然后特别特别感动 然后感情特别是 那我相信 这部作品等到 11月22日 几天之后 登陆我们通报的时刻 一样会有很多的观众 像你一样 对这部作品有感触 我们说 车角在这个里边 我们这里边有四个 就是金庸女 也有四仙儿 那过去 我现在才知道啊 四仙儿是北京人以前 在说女神的时候 说美女 说仙儿 是不是 然后我们 两位先来讲 车角系统呢 也是演的是 二姐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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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应该是 平时小时候妈妈 一定逼着女学京剧 但是内心 确实有种 摇拟叹力的精神 而且 不好叶念啊 然后 自己的个性 特别张扬啊 自己跟你生活当中的个性 没有反差 然后如果有反差的话 你是如何 一下子 投入到那种 创作章材当中 把和自己性格 截然把他的角色 塑造成功 我觉得这个角色跟我 挺像的 嗯 就是有一个 严厉的妈妈 然后我一直都是 希望我能够再 嗯 延续她的事业 然后被我要求 非常的苛刻 嗯 然后我也很叛逆 嗯 之前演过的角色 都是比较 像质量母啊 知性啊 内敏这种 嗯 其实我也挺想 挑战一下自己 嗯 大家现在都说 我不好飞了什么的 这部作品就是我好飞的第一部 是郭老师鼓励了我 嗯 郭老师鼓励了我 接这个角色 我当时还是挺坦克的 郭老师有了很多的鼓励 他觉得飞我过水 嗯 我也是把我做的安全感 嗯 交到了郭老师手里 挑战一下自己 你演员看本子就是挑战仔细的 因为要跟自己的形象 是不是符合 我说这个戏里边啊 嗯 爱跑夜店 对不对 这个二小姐 然后还离家出走 甚至独自生下孩子的时候 依旧在她的生活 嗯 这个对你来说 是很大的挑战 对不对 确实是 因为她是一个歌手 我觉得在这个 因为我演自己 不擅长的东西 就是很没完全感 所以从工艺度完就是找过老牌了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找我演这个角色呀 嗯 这么派你 这么放肥的一个角色 我说我在演也是 这样的一个女演员 我说你是怎么看到我有这样的特质的 她就不想那个 林淡风轻地说 我觉得就是你 嗯 没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 顾虑 就演员 我觉得就是你 郭老师也可以这样跟我说 这不是套路 哈哈 哈哈 那两位抗 两位现在其实应该看的片号比我们多得多了 然后甚至把这部影片都看完 觉得 嗯 我们果吉林先生 你们果老师 对你们的定位 是不是准确 对自己塑造的角色 是不是很满意 觉得果老师真的是创造了一个 比一般的剧本 好弄一点的剧本 那确实是好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我觉得刚才看片号 我觉得一点句好 嗯 嗯 大家看了吗 看完就知道 行 我们会和大家 10月20号一起观看这个戏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还想问问这个 车晓 因为刚才果吉林说了 他说我们70后那时候 都谈理想 其实有可能是果吉林 这样有理想的青年 谈理想 我们那时候70后都说 妈妈怎么做 爸爸怎么安排我的生活 但是在这个戏里 我们知道车晓 倒是感癌感恨 然后妈妈安排的事 不符合我的理想的 我就不做 我就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 倒是整个70后那一代 有梦想的年轻的主目轨迹 可以说是在您身上体现 这个对您的角色做的时候 是挑战多一点呢 还是说对您的激励和感触多一点 挑战多 挑战多 我确实非常喜欢这个剧本 非常喜欢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在整个戏里 非常的出票 当时也是 确实是下了很大决心 接这个角色 希望没有让博老师失望 我当时真的怕糟糟了 你写这个剧本 非常喜欢这个剧本 谢谢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是我们这个 傻尼的问题 范是个表情白白女 跟车晓眼的这个二小姐 完全不一样 那之前我前半生点的是落落 那播出的时间其实间隔并不长 如何在一个创作当中 区分开落落和范荣 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反差 范荣的人生关系和爱情关系 是比较大众化的 对 就跟普通的老百姓比较贴近 他喜欢那种追求的时间 往轻轻的一种感 然后两小子看的人感情落落的事 落落的比较 对 刺激 追求大叔 对 完全不一样 那我个人的一个好奇 赞大家一点时间 因为你说了 跟郭敬林老师小时候 你流PD的时候 他就拍你头 然后这次又有很多这个情感戏 你是如何看着郭敬林这张脸不笑场 并且把情感戏完美的演完的 我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了 不大了 一点都不大了 我看着呢 瞬间就不写 那我估计他可能看着我会有点特意 但我看着他瞬间就把我带入进去了 那非常期待 那车小其实跟好像我们的郭敬林 跟张嘉义两位主演 其实都有一点情感的纠葛 我跟张嘉义的情感纠葛比较强烈 然后呢 跟郭敬林的情感纠葛就比较隐秘 那我们到时候11月22号 一切就会揭晓 接下来再次我们请夫 去专门和郭敬林一起上台 最后跟我们大家做一个70后的游戏 还有游戏 边军不知道今天有政治上了 来 我们知道70后啊 玩那个玻璃蛋 是吧 香烟牌子 不知道就是北京是不是 还有那个滚圈 是不是 跳房子 跳绳 你是80后 你也没有体会 是 是 来 我们今天呢 有一些常用的生活制剂 浇水 甘油 洗洁精 糖浆 谢谢 茶水 不是想喝 这让你喝洗洁精的话呢 茶 纯水 然后洗液 我们知道70后小时候爱吃泡 我今天就我们这个 现在孩子也爱吹泡泡 但是那时候吹泡泡呢 自己 爸妈调肥皂水给孩子吹 现在的孩子都可以自己买到泡泡水 一吹就行了 我们这边有四个容器啊 四个凉杯 请四位 请四位主创 你可以用这其中的几样或者是所有 甚至是一样 认为最合理的配方 在一分钟内 调出你们认为能吹出最大泡泡的泡泡水 然后待会儿我们就来尝试看 谁吹的泡泡大 我们 就让果金灵先生拥抱谁 哈哈哈哈 来 好啊 开始 好 先一个个来还是一起来 一起来 好 小小先拿洗洁精 果金灵你先拿什么 先拿纯水 哎呦 纯水加甘油 你什么思路 洗衣液 也是纯水 刚才加的是什么 绰效 哦 洗洁精加纯水 再加洗洁精啊 绰尼加了什么呀 来 待会儿啊 还有三十秒钟 四十秒钟 怎么 三十秒钟 不是 你不能把你调的溶液扎到洗 就只有这一秒 这洗衣液不纯了 你知道吗 洗洁精 最后十秒钟 一到最后十秒钟 嗯 好 时间到 小心 哎呦 嗯 嗯 刹笛 那个 你那份里面放的什么 就是 就是 就是洗衣液和洗洁精 洗衣液洗洁精 我再加一份活哈 看看 那个 哲鸣呢 我是 有一点洗衣液 洗洁精堆 洗衣液洗洁堆 糖浆 最后我们的编剧啊 嗯 我就是洗衣液 纯水 一丢丢盖油 一丢洗衣液 纯水 应该要请问这个 逻辑在哪儿啊 这都是米饭 米饭啊 哈哈 我感觉车小时要给我今天灌肠啊 这一杯啊 哈哈哈哈 去去毒 嗯 这都扎到什么呀 这 就水跟那个洗洁精 水跟洗洁精 好嘞 来 请每一位 一人一个啊 你拿所有了啊 来 打开 对 倒一下 你们特调的这个泡河水 不是 先倒进去 对对对 嗯 是 不用倒完 嗯 一看你这组里边没说过去算 所以说用东西这么不少 这里 这里对 戈里边对 然后先戈里边双双摇一摇 然后别着急啊 我们一个个来 好了倒好以后 对行 一点就动了 来 我们现在小区来啊 哎呦 别倒上来 那个有点多 哎呦 你处女多啊 啊 啊 嗯 不究竟啊 好 谁先自暴快乐先来 还是我Q啊 嗯 啊 啊 踹下来 嗯 你零零后啊 哈哈 来 拧开 然后拿出来 嗯 然后摁这个 打开之后 好 看来 就是比谁吹的泡泡大 再来一次啊 好 开始 别着急 一个来 那就先从测咬开始啊 可以 来回咬 好嘞 这下来泡泡鱼 嗯 虽然泡不大啊 但是我觉得 带哥 对 对 这个戏观众多 是不是 然后来 何金明 嗯 我感觉你这么能说 你应该去的 我没去的 平时家里洗衣做饭 都不是你干的头啊 有点干油 哇 哎哟 对 对 可以 掌声送给我们的董金铃 做男人大好 好 来 哇 吹的最有美感 对不对 谢谢说妮 好 来 我们也是 接近90后了啊 我们的曲哲铭 看看我们 玩其林后的游戏 有什么感觉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曲哲铭 用事实告诉我们的 你不服是吗 再来一次 那就让 让老师好好看看 年轻人的力量 还挺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四位主创 谢谢 跟我们分享这个儿时的游戏 其实呢 这个还真是有一个配方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要吹出这样的泡泡 您可以用百分之十五的茶水 百分之三十的洗液 百分之二十的洗洁 百分之十的干油 百分之二十的糖金 加百分之五的交税 所以说 每一行 都真的是有秘方 我不知道 升风灿的日子 最终的秘方 是 什么 但是我相信主创 一定会最准确 投入足足的心力 去把最完美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希望十一月二十号开始 我们所有的观众 跟我们的电视剧主创 一起来回忆 七零后 灿烂的日子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 一起上台 跟我们的主创 以及内容念 魏华先生 小红杰 以及我们的马总 来 来 就是 请妹子的朋友 一起留下这个精彩的瞬间 再次感谢各位记者朋友 对我们的支持 感谢各位我们节目的宣传 中包卫视 是十一月二十二号期 每晚七点半 生逢餐的日子 就将给我们全国的观众见面了 在这呢 我们感谢各位主创人员 带给我们今天的作品 也祝福我们的生逢餐的日子 在东方卫视平台 收视取得佳期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因为大家现在也知道 因为一期间快过去了 然后我们的收视成绩 这已经纷纷的统计出来了 2017年东方卫视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所有收视率 支点半期段的收视成绩 真的是排名全国 应该讲是第一位 目前的收视者 来往前看 中间再看一下 中间 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 再创加剂 再翻高峰 谢谢各位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用掌声 祝福我们的生逢餐的主创 谢谢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支持 请把我们这个好消息 多多多送更多的 主创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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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三位领导 请工作 我们请四位主创 在腰带的前面好 站在前面站到后面 后面吧 后面自开 好 请四位主演 好 请回中间来 看中间 来 中间看一下 中间 好 中间 好 再次谢谢各位主演 谢谢大家 我们的发布会就到这儿结束了 11月22号 让我们欣赏每一个晚上 这个灿烂的日子 谢谢大家 不 看你好肯定 这下来 好快 好快 那么快 那么快 又再来 还有 有人 下来 Aer int 44 好棒啊 哈嘍!謝謝! 歡迎來到節目今天 我們今天的主播就結束囉 拜拜 拜拜 晚上 我們會有一場羊育的主播 羊育粥 湯好 湯好 然後還有豬肉 好!再見囉! 好,大家一對,不過, 很感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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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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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